在槟城的敦铃苍佑医生大道 今天凌晨4点50分左右 发生了严重的致命车祸 那么那样从至少三个人死亡 三个人严重受伤的惨剧 死者是摩托车歧视的 根据了解 死者是两名乌鱼男子和一名义鱼男子 年龄都是20多岁 另外三名的伤者已经被送院抢救 警方暂时还没有对于这一起车祸来发言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 有将近十辆摩托车 撞到一辆黄色汽车的后腹 那么这个司机也踩油门离开现场 那么有视频显示说 有多位的摩托车骑士躺在路上 有的是满脸鲜血的 所以这个新闻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